好 刚才听到南陀县开第一枪了 他前哨战胜长林明珍 他前脚才刚宣布正在洽谈BNT疫苗 不过行政院的中部办公室执行长蔡培惠 他马上在脸书上留言直指林明珍 买的不是BNT疫苗 而是中国代工的复辟钛疫苗 不过这样的举动引来了国民党的不满 不只是立委许淑华认为他是在污蔑林明珍 国民党文庄会副主委郑兆欣也在脸书上很酸 原来行政院官员就连代理跟代工都搞不清楚 我们县政府要购买的这个疫苗 这个县民买的是辉瑞 南投县长林明珍见请中央开放地方政府 可以采购德国BNT辉瑞疫苗 没有想到去引发绿营群起围剿 认为林明珍要买的就是中国疫苗 而不是辉瑞疫苗 县长林明珍才宣布正在洽谈德国BNT疫苗 行政院中部办公室执行长蔡培 就在脸书上回答网友留言 直指林明珍买的不是BNT辉瑞疫苗 而是中国代工的复必泰疫苗 行政院中部办公室的执行长 用这样的一个头衔 我觉得是带头他自己在散播谣言 面对这样子带头 行政院带头公然说谎 到底要不要处理 我觉得行政要有一个态度出来 不过这样的举动却引来蓝营不满 不止国民党立委许淑华 认为蔡培会是在污蔑林明珍 文传会副主委郑兆欣也在脸书上很酸 原来行政院官员代理和代工都搞不清楚 更在文中指出蔡培会是可能的南投县长 民进党参选人 辉瑞送到中国的是原意啊 所以要分装啊 就像我们的手机组装就叫代工啊 我并没有讲错啊 觉得疫情杀不住 天天可见死亡人数 民众只盼能保命恢复往日的平静生活 记者曾如成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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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